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惊悚恐怖电影《坏种》 影片的刚开始讲述的是女主名字叫做小丽 她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就是父亲一个人照顾她 女主虽然看上去只有九岁 可是她比同龄人都成熟 更可怕的是那一双冷静而睿智的眼睛 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一个九岁的孩子 故事就要从她家的那只猫说起 女主家的猫不小心掉进了池子里 而女主就那么眼睁睁着看着她淹死 看她那冷酷的眼神真不是她那个年龄能有的 女主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圈 看着真的很认真 然后十分满足地欣赏自己所获得的奖杯和荣誉 她把自己所有的蜡笔都摆得好好的 看起来她是一个对生活的细节都很在意的人 她是一个天才 同时她也是个偏执狂 今天早上她和爸爸商量这个学期的一个奖牌 在女主的眼里这个金牌早已是她的囊中之物 任何人都不能抢走她 她在学校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几乎每一门成绩都达到了A 而她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得也很好 教室里飞进来一个大黄蜂 所有的人都很害怕 女孩轻轻地用一个玻璃罩子把黄蜂扣住 然后放生了 老师都夸赞她 怎么可以如此优秀 下课后同桌对一个女孩说 她的表很酷 女主也听到了 她就跑过去 故意把女孩给撞倒 然后假惺惺地把女孩给拉了起来 看起来是她热心帮助同学 其实她顺手把女孩的手表给顺走了 这一切都被她的老师看在眼里 到了晚上 女主开始练习自己的微笑 原来女主一直是一个心机很深沉的人 女主终于等到了15号 这是颁发奖牌的日子 女主的父亲精心地给她打扮了一番 她也认为 奖牌一定是属于女主的 毕竟自己的女儿如此优秀 可是在最后老师却说 最后的获奖者是同桌 听到这个消息 女主非常的愤怒 看她脸上嫉妒的表情 让人很害怕 爸爸也赶紧去询问老师 想要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女儿没有获奖 可是老师回答的却很隐晦 并没有把女主撞倒同学的消息 告诉爸爸 而女主在爸爸面前表现已经释然了 还恭喜同桌获得了奖牌 之后竟然偷偷地把同桌叫到了悬崖边上 直接把同桌给推了下去 小小少年却英年造势 这女主好狠的心啊 回去之后竟然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演技简直不是常人能匹敌的 而且心理素质也太强大了 很快同桌的尸体就被找到了 她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的 更奇怪的是同桌身上的金牌竟然不见了 过了一天 爸爸请来的一个保姆小美来到了家里 因为爸爸平时工作太忙了 根本就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女儿 所以打算找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女儿 而保姆也不是一个好人 在晚上的时候她偷了爸爸的抗焦虑的药 但是她的这种行为被女主看到了 女主就用此来要挟她 而小美没有办法 只好按照女主的要求来做 到了同桌的葬礼上 女主表现得很忧伤 好像他俩关系真的有多好似的 可是回到了家里却一反常态 表现得非常高兴 这让爸爸起了疑心 然后去翻看女儿的照片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女儿身边 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照片上那一双眼睛直勾勾的 看着同桌的奖牌 满脸嫉妒的表情 让人害怕 第二天老师带着律师来家里了解情况 因为那天至少有三位同学看到 同桌最后是和女主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的对话被女主和小美听到了 女主做贼心虚 肯定很害怕 自然不想待在这里和律师交谈 于是故意打碎了罐子 假装成受伤的模样 爸爸在给她包扎伤口的时候 询问她那天到底看到了什么 可是女主却撒谎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 而且对爸爸说 老师一直都不待见自己 爸爸看到了女儿可怜楚楚的样子 立马就打消了对女儿的怀疑 小美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她似乎抓到了女主的把柄 因此她就假装和爸爸道歉 说是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女主 才导致女主受伤的 她就告诉女主爸爸其实已经怀疑同桌坠崖的事了 这一炸就把女主给炸了出来 他们俩达成了协议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而保姆为了吓下女主直接对她说 如果杀了人的话就会被抓住放在小店椅上 然后被垫得浑身抽搐 女主被吓着了之后 她直接把家里的一窝马蜂扔到老师车里 老师开着车车差点都翻了 而小美这段时间开始找女主 女主其实是去把马蜂窝放到老师车里 小美在女主的床底下发现了一枚金牌 她就把金牌直接放到了爸爸的房间里 爸爸回来的时候 女主正好看到了金牌 刚准备把金牌给藏了 没想到被爸爸看见了 爸爸问女主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小美说 这是她扫地的时候发现的 而女主用憎恨的眼光看着她 女主又编造了一个理由 爸爸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打算给女儿找一个心理医生 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出车祸的人 后来爸爸带着女主来到同桌的家里 想要把金牌还给他们 而女主还是编造着谎言 女主受不了小美的威胁 所以就把小美杀了 最后爸爸知道了一切 想要把女主杀死 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反而被女主杀死了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